大家好,我是顾君 这是我第一个转移到室内来录制的视频 大家可以看到我本来一直是在户外录制的 那因为天气也慢慢变冷了 然后在户外录制有各种各样难以控制的因素 然后我时间有时候也不一定在白天有空可以帮大家录制视频 所以我后来就想要不我弄一个在家里可以录制的setup 那现在你看到这个setup 不管好还是不好呢 我已经算是尽了蛮多的努力了 今天弄这个setup已经弄了我很久 那我希望大家可以喜欢 如果你对这个setup有什么可以改进的地方 可以有什么建议的话 让它变得更好的话 可以在下面留言跟我分享一下 如果你觉得这个收音不是那么的理想的话 因为我这个房间收音是有一些回音的 暂时我做不了什么 或者你能告诉我怎么样才能把这个回音消除 如果工程不是太大的话我可以考虑一下 希望这样的收音你能感觉到还能接受 然后如果你对灯光各方面还有什么设置 如果有什么意见或者建议的话可以跟我分享一下 如果在不是太麻烦的情况下我愿意改进一下 希望目前的setup大家看上去还算觉得满意 那有了这样一个setup以后我可能可以随时 哪怕我回来的时候已经是半夜的话 我也有可能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对不对 当时发生的事情 好作为第一个视频呢 这个也是我第一次在室内使用C200录制 那你现在看到这个视频呢 是我使用C200跟适马的1835 F1.8这个设施 这个镜头录制的 那希望效果你觉得满意 然后因为这是第一个视频在室内录制的 所以我就想来简单的聊一下佳能这两年的发展 那作为佳能用户呢 其实我一直对佳能没有太大的抱怨的主要原因 是因为我觉得我的 其实我有很大一部分收入是来自于 我使用佳能相机然后工作 所以我理论上不应该对佳能有太多的抱怨 佳能的东西老实说非常非常的可靠 然后画质足够好 足够完成我每一个工作 甚至于远远超出我工作的需求 但是呢作为一个器材频道来说 有时候我平良心讲 我会觉得佳能这两年有点太过于松懈了 就是我第一台全画幅的相机是佳能5D3 当时买的时候呢 其实5D3已经没有像5D2那样有突破意义了 但是5D3其实还是算是非常优秀的一台全画幅相机 那后来我也买了6D 6D呢不算是特别好 但我个人还蛮喜欢的 所以我买过两台5D3买过两台6D 那在使用当中我一直没有什么抱怨 我觉得画质是足够好的 那到5D4推出的时候呢 其实我没有第一时间购买 如果你有看我的视频的话 你知道我没有第一时间购买 因为我觉得5D4已经没有那么的看上去有吸引力了 那当时我是选择了购买EDX2代 那使用了EDX2代以后 我没有任何的抱怨 到现在我的主要相机还是EDX2代 那这是一台超级强大的相机 唯一一点点小问题就是它的体积过于庞大 它的价格过于昂贵 它的好多功能对于非体育摄影师 比如说它的连拍 其实我是用不太到的 那5D4 5D3 5D4这样的机身大小跟这样的价位呢 可能对于我来说会更适合一些 所以后来其实我还是买了5D4 我不只买了一台5D4 那5D4的使用当中总是感觉 如果你要同时拍照片跟拍视频的话 5D4老实说不是目前最先进最可靠 最有用最有性价比的相机 那所以我用5D4的时间不是那么的多 除非我就觉得我需要更高的像素 或者是我需要更小的机身放到稳定器上面 那如果你使用EDX2呢 对于我来说拍视频的时候最大的一个抱怨 是在于它的机身很难上到单手手持的稳定器上面 那即使在之前我使用的那个DJI Roland上面 那其实也是没有办法平衡的 除非你要增加一些配件这个样子 所以工程量浩大 当然我后来就换成了索尼 大家也都知道 如果你看我的视频的话 你知道我后来换成了索尼 A7R2 A6300 A7SR 或者是其他的一些相机 包括我现在使用拍视频的时候 使用JQ5 那这是为什么呢 我其实很想使用佳能 因为如果我要能用一组镜头 跟两台相机或者三台相机 我就可以完成所有的拍照跟视频工作的话 对我来说方便太多了 但是目前来说 我觉得佳能这两年有点松懈 自从5D4推出了以后呢 已经没有那么有统治力了 尤其是 其实我对照片来说还好 我觉得没有太大的抱怨 但是我对视频方面真的有挺多抱怨 我觉得可能也是单反的限制 也可能是佳能自己 为了他的Cinema Line 就像比如我现在使用的C200 这个摄像机的销量 所以有些技术方面 他刻意的没有把一些科技下放下去 所以呢 导致了佳能本来是第一个 从5D2开始 第一个开拓了这个 可以使用单反拍摄照片的同时 也可以拍出画质极好的视频 那到5D3的时候呢 这个情况就慢慢慢慢有所改变了 到5D4的时候呢 老实说现在出了一些婚礼摄影师 会用5D4拍视频是出于成本考虑的话 我几乎很难想象你 为什么还要用5D4拍视频 你可以选择索年 你可以选择松下 你可以选择其他的更高端的摄像机 但是你用5D4的话 如果纯粹是出于拍视频考虑的话 我觉得这个是不太合理的选择了 那发展到这一步 其实我觉得 我不知道佳能是怎么想的 但是对于一个长期的佳能用户来说 我觉得是有一些遗憾的 那在2018年呢 其实我会想佳能可能今年会有一些大动作 那在2018年呢 其实我最希望看到的是 佳能可以有突破的推出一台 更有意义的 更高端的 无反也好 微单也好 这样一台相机 那取代了它的单反上面的一些 单反本身的一些瓶颈 那如果有这样一台相机的话呢 我希望它能有索尼所有的大部分的功能 包括佳能本身自己有优势的Dual Pixel Autofocus 然后再加上它的Color Science 它的颜色本身就非常好看 那最最重要最最重要对我来说 它是可以在不需要转接的情况下 如果能使用EF卡口的镜头的话 我就会个人会觉得非常非常有吸引力了 非常非常有竞争力了 那对于佳能用户来说呢 就是如果要有一台相机 你本身能在拍视频的时候 使用佳能的颜色 然后能使用佳能的镜头 然后在全画幅的时候 拍摄4K视频的时候 没有剪裁 我觉得这个是非常非常棒的一个选择 那我们很少很少 就会再考虑到转换到别的系统上面了 当然我有个更大胆想法 如果有可能的话呢 如果佳能在它的无反或者微单相机里面呢 内置减光镜的话 ND filter的话 就像它的Cinema Line的C200 C300这样的机器的话呢 如果它能内置ND filter 能内置减光镜的话呢 我会觉得它在视频上面 会再一次的再统治所有的 就是一台相机拍照跟拍视频这件事情 对于拍照来说 其实我完全不担心 目前佳能的相机 虽然5D4在竞争当中 跟D850比也好 跟H1R3比也好 有巨大的差距 但是呢 对于拍照来说 其实大部分的情况下 已经是足够用了 我个人更大的抱怨 是来自于它的拍视频 老实说 相机的参数好不好 其实没有那么大的关系 当你加上了所有的其他的因素 加上镜头 加上闪光镇 加上你的创意 加上你的技术 加上你的所懂的这些知识以后呢 其实你拍出来的照片 可以跟你的相机 是几乎是没有太大关系的 但是 如果你涉及到拍视频的话 你有没有4K 就是有没有4K 你有没有4K的50帧每秒 60帧每秒 就是有没有 你有没有1080p的120帧每秒 或者是180帧每秒 或者是更高的240帧每秒 你如果没有这些参数的话 这些东西是不可能实现的 你有没有足够的宽容度 能让你的视频看上去更好看 你有没有录制上面的 各种各样的限制 你有没有10bit 你能不能拍摄C-log 就这些东西呢 如果你的视频相机 没有这些东西的话 老实说 你会非常的没有竞争力 但是我相信 家人应该会采取一些措施 我相信家人应该会采取一些措施 我自己讲的时候 其实我没有信心 因为在家人最新推出的 我们可以看到的M50上面 其实大家期望值非常高 就是这台可以说是几乎完美的一台Vlog相机 它是可以拍4K的 它是有翻转屏的 它是看上去很不错的 结果在推出的时候 大家又发现它的4K上面 你如果拍摄4K的话 你首先有一个更大的截幅 在1.6的情况下 你又要有进一步的截幅 然后呢 你的4K拍摄的视频 你又没有Duo Pixel Autofocus 这件事情我就觉得 对啊 就是老是有诸多的限制 而不像索尼或者其他松下这样的厂商 它在所有的东西上面 基本上把所有你想要的东西它都给你 那在索尼推出A73以后呢 我顿时觉得 对于佳能尼康或者其他的厂商来说 真的是需要考虑一下 这个产品到底应该怎么样 让它显得更有竞争力 所以如果佳能在2018年 能推出一台全画幅的五反微单相机的话呢 首先我希望它在拍照的时候 有足够好的宽容度 然后连拍的话呢 我觉得够用就可以 像素的话也是基本上 三千多万四千万 我觉得也是OK 我觉得要有防抖 当然我觉得作为微单无反来说 实现防抖的难度应该不大吧 除非是佳能可以 但我实在想不到 为什么在2018年或者之后的话 要推出一台全画幅的旗舰级的 或者中高端的全画幅相机 不带防抖的 我觉得如果不带防抖的话 这个真的太不可思议了 那佳能本身超级好的 DUO Pixel Autofox 在拍摄视频的时候就会非常有帮助 那会不会有Color Profile 有没有C-Log在上面 我就觉得这就要看佳能了 如果如果它能内置一个ND filter在里面的话 我觉得这会是一个非常非常有吸引力的 拍摄视频的package 所以如果佳能能实现这一切的话 我觉得佳能会在2018年打一个翻身仗 那如果佳能还是物动于衷的话 我就不知道到底应该怎么形容 包括在单反上面 其实我觉得听说今年有可能会推出5D SR2代 如果能推出一台这样的相机的话 更新一下5D 4的烈势的话 我觉得也是非常有吸引力的 但对我个人来说 我看好的是今后发布的全画幅的微单 或者是无反相机 我觉得这个才是趋势 那希望佳能今年能 不要再次让我们的失望 让我们这些佳能用户感到失望 然后能推出更好的相机 然后最主要最主要是能使用那些佳能的镜头 我就会觉得非常非常满意了 我们下期见到我们下期见